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小熊首帅视频,对不对 当你打开视频这一刹那 我觉得要么你是想我了,要么你准备爱上我了,对不对 首先呢,我的视频不是让你们来看什么秀操作的,对不对 我也没什么操作可以秀 我就是实打实的告诉你们,我这幅画是怎么画的,对不对 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展示三个,我平时不太会讲,但却极为重要的环节啊,是什么呢 那就是起草,背景,以及后期处理,对不对 所以小伙伴们,打起精神来,好好听,好好看吧 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今天完成稿,是大鱼海棠里面的春,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春呢,是谁呢,可能就有小伙伴不知道了 这个春呢,是能控制植物生长的一个少女 然后性格呢,特别的坚强 然后对人类世界呢,非常好奇啊 然后虽然外表看上去,它非常高冷,对不对 但是内心特别特别的细腻 然后现在呢,先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特别特别关心的一个部位 怎么画啊,这个部位呢,不是奶啊,是手 然后这个画手呢,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把画面放大了一下 我给大家具体的详细的看一下,这个手我是怎么画的 首先,把手背比喻成一个梯形 然后呢,大拇指的关节处,它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五根指头呢,先把它概括成五根柱子 对不对,五根柱子 这样的话就比较去考定型啊,然后定完型之后呢 你把这些东西给加入肌肉的细节啊,就很自然的形成了一只手 然后要注意呢,这个手,会有这个手腕处的关节 这个关节呢,会有一定的突出 这个地方不要忘记画了 嗯,其实画手还是挺简单的 然后没有看明白小伙伴可以倒回去 再把这个画手这段仔细看一下 然后那段呢,我也是故意调成了一个比较慢的速度 然后好让大家去理解嘛,对不对 然后这个人物画差不多之后呢,就开始画背景了 然后这一次背景呢,嗯,主要还是海棠花嘛,对不对 大鱼海棠嘛,所以说 大鱼我是没画,因为这张纸比较小 人物本来就画这么大了,要画比他还大鱼呢 这张纸就什么也没了,对不对 就就只能看一条鱼啊,所以说 我画了几条小鱼 然后呢,重点是画这个海棠花 然后所以说,现在就是在这儿画出他的那个枝干嘛 画水彩呢,其实起草和这个上色差不多意思 都是要由生至起,对不对 因为这个线稿你不能画太深了 就是这个铅笔的这个调子不能太深了 所以说,你就得先轻轻的打一层线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需要加重的地方呢,给加重 然后这样的话,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的线稿呢 不会太重啊,铅笔的铅笔的印记不会太重 这样的话到最后上完色呢 它也不会让这个铅笔的稿子太明显的浮现在这个颜色上 最后呢,就会稍微好看一点吧 对不对,然后我把这个两条小鱼给它画上之后呢 这个线稿就基本上是起好了 然后我会放出这个扫描的线稿 然后方便大家呢,就是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临摹一下 对不对,临摹一下 这样的话到最后你去研究上色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 然后这里呢就是扫描线稿 然后喜欢小伙伴可以现在在这暂停一下吧 对不对 然后给大家放几秒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上色了 这次上色呢,由于我重点在于这个背景上 所以咱们就跳过人物的上色环节 对不对,这个人物呢已经上完了 如果你想知道人物总上色 你可以翻阅我之前任何一期 这个画画里,这个画面里有人的视频 对不对 任何一期有人的视频呢 我都会讲这个人怎么画 我觉得我讲太多了 所以说这一期呢,就把这一段给剪了 把重点呢放在这个背景上 让大家去看看如何去刻画这个背景 首先呢,背景是这些海棠花 所以说这些枝干呢 我给它做了一个多层的处理 然后第一层,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个比较浅棕色,对不对 而后边这一层呢,是一个深棕色 这样的话,一下子就衬托出它的空间感 就让人一眼睛能看出来 没错,这个树枝呢 它是,不是树枝啊 是花枝 它是分好几层前后叠加的结构 对不对 之后呢,咱们再在这个前面这一层的枝干上 去画上一些纹路 对不对 画一些这个木纹 这样的话,就让它有一种细致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一方面呢,是给这整幅画面增加细节 另一方面呢,是让它更容易跟背景中的这个深色的那层直干呢 会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对不对 前面颜色浅,后面颜色深 对不对 前面有细节,后面没细节 近时远虚 啊,这些感觉就都出来了 然后咱们开始画这个海棠花 这个海棠花呢,是一种 嗯,越往外越深的这么一种结构吧 反正我从百度去搜海棠花的图片搜出来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怎么画呢 其实就挺简单了 这时候可以小伙伴们去看一下 看这个小熊是怎么画 对不对 其实特别简单 先拿这个比较细一点笔啊 这里是用了这个四号的尼龙笔啊 对不对 用四号尼龙笔 去简单的把每朵花的这个最外颜的那个花辫 花辫啊,不是花辫了 花瓣 对不对 花瓣 给点上 点上呢 再往里抹 抹进去 抹完之后呢 在最内侧的位置 点上一笔这个橄榄绿 这样的话就很自然的形成了一朵小花 对不对 特别好看 特别漂亮 而且特别简单 这是重点 重点是特别简单 然后海棠花呢 很容易就出来感觉了 然后出来感觉之后呢 再去简单刻画一些细节 然后这时候细心观察小伙伴可能注意到了 这整幅画面里呢 我有很多留白的部分 这个花的花叶 对不对 这个花叶呢 我就是留白 对不对 提前留白留出来 有句俗话说的好嘛 红花配绿叶 真的挺顺口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就在这画这个绿叶 然后萌萌哒 小小的 挺可人 对不对 挺萌的 然后 衬托这个红色的小花朵呢 让它形成一种浑然天成 浑身充满力量 就是很舒坦的感觉 对不对 总之呢 就一句话 无论下雨不下雨天 这红花跟绿叶一定是最配的 对不对 这里呢 简单把其他地方刻画一下之后呢 现在开始画这两条小鱼 这时候呢 可能就有小伙伴要输了 可能就有小伙伴忍不住就要发弹幕了 发什么呢 就发 哎小熊呀 大鱼海棠鱼不是红色的吗 哈哈 呵呵 我能不知道它是红色的吗 我又不是色盲 对不对 为什么我画两条小蓝鱼呢 而且这还不是普通的小蓝鱼 这是两条星空鱼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画呢 因为 我忍不了啊 对不对 我的画里 怎么能缺少蓝紫色呢 对不对 然后想了想 怎么想也想不出夹在什么地方 最后 嗯 就从这两条小鱼身上下手吧 对不对 我就是这样一个任性的包爱 画到这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在这给这整幅画面啊 来一个加重啊 对不对 给这个背景呢 加深这么一个处理 但是呢 我还可以表现出 这个人物四周呢 充满了光芒 对不对 闪闪发光这种光感 好多小伙伴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怎么画的 对不对 今天呢 我就详细的去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特别简单 首先呢 我的画法啊 我的画法是首先呢 在人物四周呢 铺一层 这个 叫柠檬黄 对不对 柠檬黄加中黄 掺起来这么一个颜色啊 对不对 然后让它周围呢 形成一种光感 然后 从这个画面的边缘开始入手啊 一点点往内 去加重啊 对不对 加重 然后越往里呢 就最后 快要靠近这个 你刻画的光源的时候 然后你就逐渐的 把这个笔 涮干净 涮干净之后呢 一笔水抹过去 对不对 注意是一笔水抹过去 这样的话 这个重色呢 就会和之前的这个 柠檬黄 有一种过度关系啊 就会形成一种 就像是在闪闪发光一样的感觉 如果这时候呢 你的笔 你的笔还是比较重啊 然后就会导致 看起来还是比较深 这时候怎么办 其实也挺简单 用这个卫生纸啊 对不对 用这个纸巾呢 去擦一下 它们相接的地方 就OK了 重点呢 就是在于 重色与浅色相接的地方 如何去处理 对不对 把这个地方处理好了 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 对不对 小伙伴们可以看到啊 今天这幅画里呢 东西特别特别多 有妹子 有花 有小草 有枝干 有小鱼 还有小鸟 对不对 还有小鸟 这时候可能就有小伙伴 要问了 可能就有小伙伴 忍不住 就要发弹幕了 发什么呢 就会发 哎 小熊呀 那两只小鸟 有什么意义啊 这个问题问的太好了 对不对 我来告诉你 这两只呢 不是普通的小鸟 这是两只 非比寻常的燕子 对不对 看到这两只小燕子呢 我就想高歌 我就想高歌一首啊 高歌什么呢 哎 小燕子 传华语 念念春天 他来这里 要问他为啥到这里来 燕子说 今天我来卖个鞍铃 没错 没错 这两只小燕子呢 就是代表天然不刺激的 百雀灵 对不对 小熊啊 问百雀灵什么事啊 你今天画的不是 大鱼海棠吗 没错 各位妹子们 你们的福利来了 大鱼越近千帆海 海棠花开 百雀来 没错 12年摩一剑的国产动画 大鱼海棠 和有85年历史的百雀灵呢 合作推出了 两款重量级的护肤产品 鱼越堂开 鱼越三生 对不对 一个呢 是面膜套装 一个呢 是护肤套装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 反正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这个大鱼海棠 如果我是一个妹子 我只是打个比方 假如我是妹子 也许我是个妹子 可能我是个妹子 没错 我就是个妹子 我既然要买护肤品 为什么 不顺便支持一下 国产动画呢 对不对 就冲这个大鱼海棠 我给这两款护肤套装 打101分 对不对 多一分呢 给你骄傲 我认为呢 今天呢 来看这个视频的你 一定呢 和我一样 是非常喜欢大鱼海棠的 所以说 我决定下雪本 来一波福利 对不对 今天这期视频 我会从评论区 随机抽一个小伙伴 白送你一套 大鱼海棠的护肤套装 对不对 外加一本 小熊我最新发售的 祝你好梦绘本 对不对 让你在美美的同时 还能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对不对 我这也是下了雪本了 也是为国产动画 做一点点微薄的贡献吧 说了不少啊 然后咱们再继续聊回这个画画 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呢 用的是这支樱花白笔 对不对 也可以搜什么樱花油漆笔啊 之类的 对不对 去勾勒一下白线 然后在一些比较难勾的地方呢 这时候我又用了白色的水粉颜料 对不对 白色的水粉颜料 去给它继续去勾一下白线 对不对 这里呢 其实这整幅画面 由于比较重啊 颜色比较深 所以说这个白线 在这整幅画面里呢 显得就挺重要的 对不对 挺重要的 今天这幅画 用的纸呢 是这个R1300克细纹的纸 用的颜料呢 是这个史明克24色 学院级的颜料 然后笔呢 就是一支普通的松鼠毛笔 加一支普通的四号尼龙笔 就这样了 然后再去用棕色游行彩线 勾一下细节 这幅画就基本完成了 然后上完成稿 哎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完成稿 哎 不要着急 对不对 你们可能很多人想知道 如何把一张画 变成这样一张美美的电脑稿 对不对 今天呢 我就教教大家 首先呢 把图给扫下来 这时候呢 可能就有些小伙伴要说了 哎 小熊呀 我没有扫描一样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们用手机或者相机 只要调好角度 然后调好光源 拍下照片来 用一模一样的方法去处理 会得到一样的效果 对不对 PS里面图像 调整 色阶 增强对比度2 然后就可以保存了 这一步呢 是为了让画面里 白纸的部分 让它接近于纯白 然后拿进光影模式手里面 小熊呢 还是特别喜欢用光影模式手 这样的傻瓜软件 对不对 然后调整一下 它的那个角度 再裁一下 就OK了 然后点自动曝光 自动白平衡 这两步是为了什么 这两步是为了 让这个画面的颜色呢 更接近于你的原稿颜色 然后去调整一些曲线 把这个曲线呢 四分之一的位置 把它往上提一点 然后四分之三位置 往下拉一点 然后再增加一下饱和度 这样一幅电子稿呢 就基本处理完了 接下来还有一些细节地方 需要处理啊 细节地方呢 其实也挺简单的 就是把它拉进这个赛里面 把这个橡皮的浓度 调到60以下 对不对 调60以下 我一般是用20或者30 然后去擦一下 它的这个白边 对不对 去一点一点 把它给磨 磨掉白边 然后包括一些皮肤的位置啊 它会有一些 比较明显的水痕 显得不是很好看 这些地方也可以 给稍微擦淡一点 对不对 就一点点擦 把这些需要去细致擦除的地方呢 给擦的稍微好看一点 就基本OK了 对不对 这时候可能就小白要说来 小熊 你为什么 这上述所有操作 都可以在PS里完成 你为什么不直接用PS呢 其实很简单啊 PS虽然说是万能的 对不对 什么都能干 但是呢 在这些操作上 你用了 你会发现 真不如用这些软件顺手啊 对不对 就比如说这个橡皮 PS里橡皮你调完浓度之后 你来回摩擦 它不会有变化 对不对 而在里面呢 它会像真正橡皮一样 随着来回摩擦 它逐渐的变淡 对不对 最后呢 完成稿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 是不是还挺萌的 对不对 大鱼海棠 春 这时候你们可别说什么 哎小熊呀 你画的春 怎么不穿水有服啊 哎 我都懒得说你了 对不对 还是感谢小伙伴们 一如既往支持 对不对 左手边呢 是小熊的微博 小熊绅士皮蛋加皮蛋 右手边呢 是小熊的微信公众账号 小熊绅士 对不对 希望呢 喜欢我小熊绅士 可以去加一下 对不对 支持国产动画 支持大鱼海棠 小熊绅士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嘿 别忘了 这期视频有 闪